飞球误碰,什么意思啊,你是说我诸葛是飞球,从来没有人敢说我是飞球,今天我就欧给你们看,卡槽一个吸金箍,无名版的吸金箍需要两个才有用啊,一个吸金箍,你是来开玩笑的吧,我们看看植物罐是什么,窝哥,那这一关不是游手就行吗,我们直接从后面开始砸,普通僵尸,我去还有红眼,没关系,有窝哥在,安全感十足,你要理解这一关为什么叫做飞球误碰, 飞球的打法已经不适合这一关了,这一关要用欧皇的打法,看到没,这就是欧皇打法,所付出的代价,刚才可能是选的路子不对,这下我们从一路开局势一下,又来一个窝瓜,我去窝瓜两年做,窝瓜三年做,什么情况,还在,这个窝瓜还存在,看到没,他还没有消失,早知道我把这一排全都给砸完,是我格局小了,但是掉了什么植物啊,全是花盆和路灯花,白亮,现在没办法, 只能继续砸罐子了,我去他还在砸,他还在砸,六年做窝瓜呀,三百年才能见一次,这辈子值了,最后得到了一个魅惑姑,你爷爷的奶奶的爷爷,窝瓜六年做,从来没赢过,把欧气全给你窝瓜了,我玩傻呀,现在我们的队友只有一个魅惑僵尸了,除非他给我们再掉落一个欧皇窝瓜,这一把才有希望,但是机会很渺茫啊, 你来什么三线啊,你再来一个灰烬,这把我们就绝地翻盘了呀, 啊,苍天驻江不驻猪啊,刚才可能也是路子不对,我们再换一路开局,要永远相信磨哥,来吧,直接来, 我想笑啊,一个窝瓜换四个猫尾草,这不有手就行了啊,先打一个大爷,找一下自信, 诶,双头射手,那我们有双头射手的话,可以先干一个红眼巨人,我发现每一个巨人下面都有一个浦江, 至于是先砸出来浦江还是巨人,可能是运气问题吧,那我们有这个双头射手的话,后面是碱树啊,前面是火焰, 那这个巨人就不用怕了呀,又是猫尾草,我的天啊,今天我都捅了猫尾草的猫窩还是怎么的啊, 你别说巨人还给我来一个猫尾草,我真的就服了, 哇,这把也太爽了吧,大老花也不错呀,大老花, 直接多开一点啊,变小魔术,小小巨人,你能把握怎么样, 羊桃,羊桃放在二路算了,放在四路吧,也是一样的,机枪射手, 我的天啊,这把也太欧了吧,就算是欧皇在世也没有我欧啊,这把, 那我们接着再打一个大爷,土豆雷,这个土豆雷也不错, 来,直接再开两排算了, 又来一个樱桃,这把欧到极致了呀, 我们把上面砸完吧,一个樱桃解决掉, 来吧,南瓜壳,我的天啊,南瓜壳, 又是大老花,这个大老花来得太好了,兄弟们, 来,直接砸完吧,把第五排砸完啊, 直接来一个变小魔术,哇,又是两个猫尾草, 这把我真的是捅了猫尾草的猫窝了, 现在就剩这么三个罐子了, 又是机枪射手,这一把,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了, 打就完事了, 我想笑啊,这一把的运气, 这是要啥来啥,八大纸卡我快拿光了吧, 是不是,你看,我的天啊, 那就直接带走他们,给爷跪下, 现在就剩最后一个罐子, 变签殭尸,你是来搞笑的吧, 你是来活跃气氛的吧, 羊桃先把羊桃给铲了, 最后还是一个红眼僵尸, 这是我玩过最顺的一把, 玩起来就是,舒服, 最后成功拿下巨人僵尸狗头, 今天你们必须得承认我是欧皇这个事实, 最近得吃点好的补一下, 好的,我是猪哥,点发关注,下期再见, 再见, 请不吝点赞订阅,